今天视频的主角阿布的泽纳25SH仿车轮 这个轮子一上手就会给你一股浓浓的那种重金属风格的感觉 首先我们还是先看重量 实际称重150.35克 对于一个2500型的仿车轮来说 这个重量非常的优秀 阿布的中高端仿车轮属于那种喜欢的特别喜欢 不喜欢它的呢连看一眼都懒得看 主要是它的外观设计非常独特 对于审美观倾向于这个外观的用户来说 它非常的喜欢 但又受制于这个轮子的手感的问题就很一般 甚至可以说差 新轮自在吃感 并且这个轮子还有一个外观掉漆的普遍现象 又可以劝退一波 虽然说这个轮子有众所周知的各种缺点 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非常喜欢这颗轮子的 现场的开盒非常的干脆 但是这个弹性啊会有一点偏大 并且线挡打开之后啊 没有那个转达度泥 线挡的自动复位非常的顺畅 卸力调节旋钮 段落清晰 声音偏小 刹车调节非常线性 卸力报警 音色不错 但是同样声音偏小 空摇仿车轮轮子相对来说还算顺滑 但是会有明显的颗粒感 我们快速摇纹 可以看到线杯没有明显的晃动 也就是说它的动平衡做的相对来说比较不错 轮子底部没有逆直开关设计 这个卡线豆为金属材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拆解 首先是取下摇臂 摇臂的主体是一个碳纤维板 切割而成 上部的丝扣部分为铝合金材质 用螺丝固定 刺扣部分未见橡胶的密封圈 我们首先拆掉这个握丸上铝合金的防纤盖 然后松掉内部的固定螺丝 取下握丸 可以看到握丸的两端 各有一颗不锈钢的密封轴成 摇臂上握丸的这个固定杆 是采用某阶固定 不可拆卸 侧面的防纤盖同样为铝合金材质 并且设计了一个挂耳器 我们拆下这个防纤盖 虽然这个挂耳器的位置可以自由旋转 但是它跟里面并不相通 也就是说 它不会因为这个缝隙导致进水 我们取下谢力调阅拳钮 谢力调阅拳钮上有一个散型的这种向腰圈 可以刚好跟线监的内圈吻合 起到防水防尘的作用 众所周知 则纳这颗仿车纹 抛头是在骚音的 这个骚音是主要靠线监 鞋台上的这一圈打孔来产生的 线监的底部采用了一个收缩变径的设计 能有效的减少卡线的情况 我们取下刹车片卡黄 取下刹车片上盖 可以看到线监里的刹车片跟线监 是通过这个六角星固定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刹车片跟线监之间是固定死的 摩擦只跟这个上盖产生 接下来我们取下主轴上的第一个垫片 然后我们就可以依次取下轴承 变径法兰发生黄片 注意上面有两个垫片 然后最后底下还有两颗垫片 拆掉转塔固定螺母的防松螺丝 我们就可以松掉转塔的固定螺母 接下来就可以取下转塔 接下来我们拆掉过线环的固定螺丝 一个双轴承的过线环 并且过线环上没有任何的防水设计 线挡的固定方式跟大多数国产轮子一样 是通过这种卡扣的方式 所以说它在里边会特别的松 一个一体式的线挡 接下来我们拆掉了两侧的耳朵 还有线挡的复位机构 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耳朵 配了一个铝合金的变径垫片 线挡复位是通过了一个L型的钢丝 线挡的复位弹簧部分 它是通过一个弹簧配合一个塑料件 加这样一个金属件来实现的 这种结构跟市面上其他的品牌完全不一样 接着我们逆时针旋转这个位置 就可以拆下这个防尘盖 裁置为铝合金 取下这个碳纤维的装饰罩 接着底部还有一个铝合金的法兰圈 然后我们就可以抽出黄铜的传动小尺 接着我们开始分解它 首先是一个黄铜垫片 然后是尼龙法兰配合一颗不锈钢的轴承 接下来是单向轴承 配合外部一个黄铜的固定衬套 接下来还是一颗不锈钢的密封轴承 最后剩下黄铜的传动小尺 底部的饰板由这边和这边两颗螺丝固定 拆掉这两颗螺丝之后 我们就可以取下尾部的饰板 饰板上有一个加长的螺丝杆 这个加长杆除了起固定饰板的作用之外 还可以在这里充当稳定平衡杆的作用 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齿轮箱内部的结构 拆掉侧面这个金属架上的三颗固定螺丝 接着我们就可以取下这个金属盖板 底下还有一个碳纤维的装饰板 然后我们抽出这个滑块 还有主轴 这个主轴以及滑块的材质都是铝合金 我们取下大尺这一侧的这颗轴承 拆掉另一侧的固定法兰 拿掉碳纤维的装饰盖 可以看到里面一共有三颗螺丝 其中这颗大的螺丝是固定了这个小尺 这两颗小的螺丝是固定了这边这个轴承用的 首先我们取下这个大的螺丝 然后我们就可以取下这个小尺 小尺内有一个丝扣 内部还有一个维修缸的密封轴承 然后我们就可以取下此处这颗尼龙的传动小尺 取下这个小尺之后 我们松掉这两颗螺丝 连同中间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的取下来 接下来我们拆掉大尺另一侧的 这颗不锈钢的密封轴承 最后的一个部件 一个铝合金材质 镂空的大尺 麻花小尺的底部 这个位置它没有轴承 但是有一个衬套 我们把衬套拿出来 一个尼龙的衬套 最后剩下的这个框架 同样为铝合金材质 那么到此为止 阿布泽纳25SH这颗仿车纹就拆解完成了 如果你在千元价位想入手一颗金属框架的轻量化仿车纹 这个轮子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感觉这个轮子同价位的竞品分别是老款的万福德以及萨斯汀那颗轮子 但是老款的万福德虽然重量跟它差不多 但是机身是塑料的 萨斯汀那颗轮子虽然说机身和它一样是金属的 但是重量又比它重 但阿布泽纳的手感又确实不如另外那两颗轮子 具体该如何选择就看大家的喜好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你们的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是我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